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曲 李宗盛 你看到总书记以后 大楼也从北京你看 原来我们这些 大山里面的一个自然在 我一熬总书记的时候 我记得了 真的总书记能来这里你看 心里太高兴了 记得我想说的那些事 全部说不出来 他说达到小康 想说当年我当陈志书的一汉吗 没办理好 我前传的老百姓同频致富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 永远跟党者 我就想说这些 我想说 能再看到总书记 我也把我最心愿 输给他听 但我每天都见到 希望能够多个人 也很快 卖家庭 E. The blood 昨天说500 今天我们来聊聊 2013年的11月3号那天 他是长寿街来18斗村 第一副村房的浓屋就是18山甲 当时他家的地面也好 外面也好都是铁建的 大姐不是姊姆 她有两个女子都外加 她就是有两个老的屋里了 现在她的屋里屋外 都是整整整的飘飘了了 我走到哪里 我留住一首再见 我爱上每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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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谁也 笑笑从我的路上一样的 我看到这位老奶奶 今年已经73岁了 现在我们来到了她们家里面 看到她们家变化了非常的大 各位下面踩的这一块地 原来是泥巴地 现在已经变成了硬华的水泥地了 并且看到阿伯家里面 已经有了电视机了 她现在通过看电视 也能听懂我们一些简单的普通话 现在你好啊 谢谢啊 大家看到我们冰柜这里的矿洁水 也是我们石毛村的一个产业 石毛村里六大产业之一 这个矿洁水 我们这边呢 还有个山泉水厂 山泉水厂 像我们石毛村 跨着这边也离不开这个产业的待遇 天主的年纪 有点小肥 花园龙生肠收缓四元 花园龙生肠收缓二元 花园龙生肠收缓九元 买水的买得多吧 买得多 二叔在买卖了 开心啊 人家里有 生活好啊 生存好啊 有工资 开心买 感谢这种朋友 祝安吉一番丰盛 二龙和美三亚开菜 四季平安 我们的乐乐到山 激情高照 包括了才九九重新 十全十美 万十一 快乐 现在咱们来 大人多不多啊 多了 美女好多一些 好多 好多 越来越好 大人的合道 一百九十九 好 好 感谢你 感谢你 起过来 好 太多了 小环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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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大姐家 看看大姐去啊 我们一直关系很好 我们是 像亲姐们一样 我经常来开她 姐 你不知道 好 好 好 我来过梦啊 好 啊 你出来忙啊 你要先带牙 你不能再带牙 你不能再带牙 你不再带牙 你不再带牙 你不带牙 你不是 你不想带牙 自然我跟他们一样。 我们要挑战的。 只要待荡了, 一会才会和生活。 从到那个地方, 用的子头和筷子。 用筷子, 用筷子去。 用筷子去。 如果人家也有筷子, 用筷子去。 拷子长、筷子长、筷子长、筷子长。 外圈 下个月就应该要开始销售民后逃了 所以我们去那里去开那个果子找的怎么样 再策划一下怎么卖这里卖哪一部分 我们家有弄够卖的 当时我们修了这条路 就是为了我们的产品来够更好地卖出去 我从小就是在那里 这里读书 从我家走到这里要两个半小时 我走到这里就迟到了 人家就稍微了些课我才到 这是歌的书画一种人在遇到挫折的时候 小小至少我们还有梦 擦开了以后要继续干杯 怎么要把这个十八当中发展好 能够在岛的阳光一路下享受发展的成果 我坚定信心通过发展来证明 我们走到这条大路是正确的 这个民口岛是我们十八栋村的主品果实 果子很大 改了以后这个果子很好 这个大果子一磨可以成多少 一磨是三千斤 一斤十五块钱 是多少钱 一磨多少钱 一十五 一十五是多少 一十五块 一百五十块 一千五百块 那不是 那是多少 一万 那是一万五千块 一万五千块 搞错了 搞错了 当年我们留在这个土地的时候 我们老百姓还没有开不准 以后来他们都不同意 通过了多发了做工作 没人没业的做工作 带他们出去到四川那边去考察 回来以后 如果小车也过来 老百姓人口都没有到车意 今天可能应该达到三百吨 到五百吨左右 集体经济这一块 我们可以占到百分之十 也就是二十万 那你们快试一下 那以后呢 以后呢 你也突破鸟 这样摇着就要买鸟档了 鸟档拍好啊 都陪这个我发给你女朋友 你就发到那个朋友圈啊 给你的女朋友发过去啊 你说你看 今天我到鸟档拍了 以后我到你家去 我到你家去送彩礼的是 一万八千八百个鸟档 湖乃这个山巷大地上 在十八栋村 我们用时自己的双手 创造了自己的财富 现在我们虽然脱贫了 我们正在迈在 小靠社会的新增城 这是我们在接下来的 销声之心中 我们还要紧紧地 发动老百姓 紧紧地依靠老百姓 参与到我们的工作当中 为实现下一个百年目标 我们要出力前行 大步向前 走在我们的销声振兴地 靠着大地上 我们要断定 说一个小间 这把鸟档也没有了 那边弄一盖回了 那边都没了 一先去 那边是不没办法 还是不 现在 打算 打算 我 在 这边是来什么 那是走鸡吗 走鸡 走大人 走大人 走 走 走背鸡比啥鸡 走背鸡 走一鸡 走一鸡 来 我们进行晚上呢 讲我们十八童城的故事 讲我们自己屋里的故事 有请我们一号先生 现在的幸福生活已经越来越好 特别是在2020年的时候 我们将来小宝宝也出生了 我们这里的内容资源非常豐富 我们要把它内容起来 我从知书地下来 专心来抓这个苗秀 在18年和中台主机合作了 让我们的苗秀 搭上中国高权走出大山 沿着一带一路走向了全世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